第36级之中的第20级那是反客为主 所谓反客为主就是从被动之中争取主动 这样才可以控制大局 雍正以孙子兵法为议 让三公子化被动为主动 争取早日摆脱困境离开预除部 接管营业部 得要实现这一既定目标谈何容易 三公子明显不太自信 大哥虽然激怒了爹地 但是又怎么样 不照样稳坐营业部的位置 没想到雍正早有计划 直到公司又批货积压了五六年 而仓库又与新同处赢 其一搞一次促销清仓 回笼资金 以此为跳板 接管营业部 可这些本不是运输部该管的事 三公子担心大公子会不高兴 怎么你还以为 他的位置还能坐很久吗 跟所谓有能者居知 明明断言大公子没几天好碰答了 果不其然 三公子向大老板提议的时候 就遭到了太子妃的责责 促销是营业部的事 而李是负责仓务的 那大老板并不是死板的人 接受了三公子的提议 并让四小姐负责促销 大公子的权力越来越少 太子妃就不高兴了 接下来三公子破格提拔庸振的事反安 没想到大老板对庸振也有所期待 我也觉得李大虾这个人很特别 应该给他一个几 似乎庸振一切都顺风顺水 而四娘就有点无聊了 没事只能压压腿 结姐们 可不是冤甲国巨头 两人一见面就是个 我现在就是发挥的淋漓尽致 你呢 满满压腿吧 都没想到四娘并非一无是处 被大老板找大公子拿资料的时候 又顺风而听到大公子扇了一只手 告诉了大老板 搞得大家都很难堪 你们搞错 明知道我不在 你不会替我挡着 我也有 多怪那个讨厌的四娘 而正因为四娘的长舌 让办公室的人都不太喜欢四娘 于是高兴又给四娘灌输职上生存法则 冯女 这亮面 冯男 这家帅哥 这么虚伪 可得志雍正也是学了这些之后才顺风顺数 四娘也想试试 谢谢你啊 帅哥 不用客气 两妞 帅哥 两妞 帅哥 可实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刚好四娘陪着大肚子的阿珠做红胶 没想到学没有人让座 四娘跃跃欲试 微微朋友 她有了生命 请问你能不能让个座物给她呢 帅哥 好好 四娘没想到一句帅哥居然比自己的拳头还好用 于是冯男就叫帅哥 帅哥 四娘那一句帅哥叫的旧老板因为爱情来了 这些献殷勤 没多久四小姐也来给四娘送礼 四娘嘴口就是一句亮灵 永远看在眼里好心体点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真轻薄的蒙人不知道 女侠 等四娘去不领情 没想到旧老板转头就去找四娘大胆表白 真叫我帅哥 我也觉得你是亮丢 四娘没想到真如雍正所说 三下午除二 直接暴躁了旧老爷一顿 没想到陪暴躁的旧老板有个小小的心愿 希望四娘能满足他 你看着别人 不要跟人家说 你打了我 哥警官四娘不说 雍正还是猜到了 对四娘一阵冷嘲热 那我好言相劝 偏偏便止 生性猜疑 现在吃亏人钱 尤其能怪谁 四娘心里委屈得很 只能拿面出气 加脚 喂 加脚 喂 这雍正其实也并不想嘲笑四娘 只是想四娘做人要多留个心念 不能太单纯 还有很多事要学习 好 而不得不说四娘改变很多 不在心直口快 厨师得体 促销会搞得很成功 四娘见大老板只夸奖了三公子 却对四小姐很论谈 但也只是放在心里 一口不提 没想到大老板还是喜欢以前心直口快的四娘 让四娘畅所欲言 没想到四娘连说话的艺术都掌握得很巧妙 先是猛夸了大老板一顿 紧接着步入正题 促销那么成功 完全就是四小姐的功劳 曾经你呢 但你家许的话都没有 我觉得这么做未免太不公正了 原来大老板和四小姐 心里一直有一个死结 而且不在 在他十九岁年年 发生过来 他死了 点赞关注 下集更精彩